最近我們看到他也推出了 B&W的E20i的 EDITION M的這樣子的車型 它有哪一些亮點呢 Iris 其實首先這個E系列 之前問世以來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銷量是非常非常的好 相當不錯 那它從以前的後驅 到現在改成這個前驅 到現在目前呢 這個銷量基本上還是沒有下滑的 還是持續的往上攀升 那主要也是因為 它的這個車身尺碼 其實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靈巧 很適合在我們不管是都會 市區啊 甚至是山路 甚至還有很多女性車主 一看這車格就太喜歡了 像我自己本身 對 我本身就是 就是E系列的 E18的一個車主 那其實之前B&W 它有推出過一個 E18i Edition M的一個車型 那它裡面呢有像是這個M Sport的 一個套件啊 還有M款的鋁圈啊等等啊 你外觀看起來就是什麼 充滿了殺技運動感 對 只要有M感覺是怎麼樣 地表上最強字母就是帥 沒錯 沒錯 一模寶媽粉 你又上身了 對... 那其實呢 如果說你今天呢 我也很喜歡這樣 我很喜歡這樣的靈巧的身形 但是可是我覺得呢 E18這樣子1.5升 然後呢只有140匹的馬力 好像呢 稍微可以再往上提升一點點的話 其實這一次呢 我們這個B&W國內總代理 引進了這個 E20i Edition M 然後呢 還有除了這個E20之外呢 還有這個Coupe系列的 也就是220i GC Edition M 這個兩個配置可以選擇 那首先它的在這個動力上面的配置 它採用的是2.0升 四缸渦輪增壓的這個引擎 然後代號呢是B48 然後呢 它的這個馬力上面就提升了 擁有178匹的馬力 還有28.5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然後再搭配上他們當家的 也是相當呢 這個不錯的一個 Steptronic 7速的雙離合器的 自手牌的變速箱 讓你在這個操架上面 其實是更有樂趣的 它的零擺測試 以這樣子的整體來說的價位 還有的動態來說 都是相當不錯 零到100之後7秒就可以達到了 其實是相當不錯 像我自己車子都是要改寫之後才有6秒6 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對 所以它在這樣子的原廠數據上 其實這樣就是相當不錯 對 那在內裝跟外觀上面 其實呢 一樣的都是擁有這個M Sport的套件 然後還有藍色的一個 M的煞車套件 對 那它所以在這個外觀 空力套件等等 這些都是相當的有這個M的一個氣息 那在內裝也有這個Akantara 混這個織布的一個 雙前座的跑車運動化的座椅 那既然是M Sport的一個套件 還有這個M的一個多功能的方向盤等等 那在這次的這個新年式的120i Edition M裡面 它也有提升了像是這個Apple CarPlay 然後還有這個在以前的M135i跟235i 才有的Harmacarton的音響 16G的揚聲器 這次都搭配在這個裡面了 真的假的 對 Harmacarton配備也是滿滿的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推薦的 它在這個性價比上面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你不但是可以享受到這個速度 然後享受到這個M的 運動化的一個套件 那整體來說呢 你又可以感受到車內一個豪華的一個氛圍 重點是這些呢 這個價錢呢 這個120i Edition M跟220GC Edition M 都是在這個兩百萬以內就可以 就可以擁有的 對 這樣子的一個動力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豪華的配置 所以喜歡M Package的朋友呢 其實你不用兩百萬 那現在這個120i 我覺得也不錯 可以去看一看 很香 當然很香是不是 我也覺得 可是很多喜歡 就是B&W1系列的車迷朋友們 過去最為津津樂道的 就是它現在是目前 應該是說市場上面 最後的一個後驅的先輩車 可是到了新世代之後 它當然是變成前驅的 但是你現在想要買到 後驅的B&W1系列的話 我們到中古車市場去找一找 目前呢 你要用多少的價錢 才可以入手這一款 後驅的B&W1系列呢 黃總我們帶來的這一款 是16年式的 好的 B&W的E... 是... E18i 剛剛那個我們Iris有介紹了新款的 它畢竟就是個前驅 對 又走到前驅去了 跟A-Class一樣 但是呢 如果你要買到一個市場上 豪華先輩小先輩 然後這個要有操控樂趣 然後後續的設定 那F20就是唯一可以選項 更何況剛剛有提到的 Iris它自己本身就是這個車主 對 那更加持了一個賽車手 為什麼會選這一台車 因為畢竟就是這個車是小型先輩的車 相當有操控樂趣的一部車 那另外呢 我們的價格也可以拉近一點 因為跟新車一比較 像這一台車16年式的 剛小改款 該有的配備也都有 新車大概中古車 大概一百...八十幾萬就買得到了 你說在中古車16年 然後在中古車市場大概八十幾萬 對16年式的話大概八十幾萬 等於可以買一台國產車的新車 是的 還有剛剛我們也特別要提到 因為Iris它那一台呢 剛好是上市的小改款第一批 所以當時它的引擎是什麼 是四缸1.6 可是相隔沒多久喔 馬上推出這一台 大概幾個月而已 就推出了這個最新的引擎 才一個月 對 然後... 後一批的四缸 然後最後這三缸 它行是新款的 但是引擎是1.6四缸的 對 那後來它為了... 當然為了環保 為了省油 就推出這個三缸1.5的 你看它馬力 136匹馬力 可是扭力20幾 所以基本上有2.0以上 自然進氣的那個性能 那但是它的油耗非常好 像我在高速公路 平均把它算了一下油耗 高速接近貼近20公里 在市區也有10幾 平均大概 我大概抓這台車都有156 所以開起來非常省油 對啊 如果小車還吃油的話 那天啊 這這樣不行耶 以前我們來看小型先輩 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它一定很陽春 其實這台車你無法想像 它有雙電動椅之外 還含技藝 而且有Killis Go 這個免鑰匙開門加上啟動 倒車鞋影這些都一應俱全 而且整個操控各方面 確實以小車 然後以中古車市場來看 其實它那個價位賣的 也不會比Golf GTI高 如果你非要很高的性能 你當然買Golf GTI 沒錯 但是你想要有個豪車品牌 但是價格的落在 還有一點操控的樂趣 對 合理的範圍 我覺得118i是一個非常可以選擇的 對 將近到現在 應該大概快五年的時間 是 對 但是它還有80萬 算是保值嗎 對 而且它是小改款 小改款 所以說也就是我們講的 末代的後輪驅動 對 那我想我們一般來講 介入一個二手車 還是要考慮到它的一個 所謂的保值性 那以這個車 你看它已經掉到這個價錢 以後一年大概就6到7萬 7到8萬再折 了解 那黃總我想請教一下 以Iris的那個1.6的四缸 跟現在這個1.5的三缸的話 它在市場上的保值度 又是有什麼差異性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沒有什麼太大差嗎 為什麼 因為有人還是喜歡四缸的車 但有人我想我要省油 所以它並沒有因為它是四缸 所以它的價錢又比較好 我不認為 因為為什麼 在中古車估值裡面 還是要看它的一個整體的價值 我覺得四缸1.6有它的價值 然後可是1.5三缸 又是比較新的 又在它之後 那但是還是有相當的保守派的人 他說我就喜歡四缸 我不喜歡這個單數缸 我喜歡偶數缸 了解 那所以我就說市場 還是豐減遊人 每個人都會想要它不同的東西 但差距沒有太大 對 那另外一個我們來看 賓市的A-Class 它其實一開始就是前驅 那你說這個車 跟這個車的比較來講的話 A-Class其實在中古車市場 一直都很好 因為它是 沒想到賓市的小車 在中古車市場很保值 也非常的好 而且事實上小車 它也是很早就推出來了 口碑一直都還算不錯 那當然它也有很多選項 它有180 200 250 甚至於就更高階的 那個43 那但是實際上來看 原則上在以A-Class來講 它的中古車市場 會比這個E系列 來得蓬勃一點 因為它賣的銷售量 也確實比E系列好 銷售比較高的話 表示比較多人願意接手 那相對的話 有人要接手的話 那二手價也會比較好 那他們差距大概在哪裡 原則上大概 大概差個5%的折價 因為在小車 像剛剛有一個很好 很有趣的現象 智希有問我 它家有一台小車 叫Yaris 07年可以賣多少 我說 市場上 有人還敢開20幾萬 你無法想像 新車才50幾萬 07年了 其實小型先輩車 一直在市場上 是非常搶手的 折舊也非常低的 到現在還是啊 對 那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知道我常講 其實汽車是防疫工具 因為我不想要搭捷運 不想要搭公車 所以我就知道什麼 我自己買一台車 我在車上不用戴口罩 那所以有一些家長會覺得說 我買一台小型先輩 給小孩去讀書 或是上班來的安全 對 所以它在市場上 是一直很搶手 還有就是因為我剛剛講 疫情的關係 那新車賣得很好 中古車也一直缺 然後因為買的人多 所以市場上 其實在這一年來 很多中古車 其實並沒有降價 對 因為其實在疫情期間 不只是新車大爆量 連中古車市場 都賣得下下降 就是成新車的N4 中古車也非常的蓬勃 在新車上 都賣得下降 在新車上 都賣得下降 在新車上 都賣得下降